三倍券预计7月正式上路 不过基本上是不找零的 只是如果摊伤愿意的话 也不会禁止 新北市长侯友宜对这个规定就有疑虑了 担心说民众用小额消费来换现金 可能就无法达成原先想要刺激消费的效果 行政院公布三倍券政策 计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太复杂之后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今天拿了200块去消费 我只消费有实看 你知道我喜欢实看 我跟上他讲话 我吹一把面子实看 你帮我实看就实看 我三次就会把现金 一千块房倒进 我哪有消费 我还算 上市找不找零的细节 都应该定调清楚避免扰民 其中三倍券最小面额200元 部分小摊商等店家担心可能无法受费 新北市将推出加码方案 以折扩站的方式 套专的优惠的模式 来带动跟中央一起配合 使用的方式 也许还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中央还有一个多月可以准备 好好的把民众的声音听进去 除了振兴经济 也要让人民回归正常生活 新北市从8号开始 校园将开放外界 五厅九家则是有条件开放 我们会开始采取 联合的公安小体的基础 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去检查 如何在九家 五厂很难保持社交距离底下 到底他们有没有把防疫做到优先 也将开放探视长照机构 以及老人共餐市场商圈 则解除人流管制 侯宇强调防疫措施不能少 毕竟疫情虽然趋缓也大意不得 东森新闻黄光华在新北市采访报道